大家好,这里是9号档案馆 民国期间,陕西可谓是土匪成灾 他们在各个地区之间流窜 杀人放火,强抢民女,无恶不作 陕西的老百姓都渴望有一个救世主能消灭这些土匪 没想到在不久之后,这个救世主真的来了 他就是冯玉祥的五虎将之一,宋哲源 宋哲源是一位传奇人物 1885年生于山东,22岁参军 是冯玉祥手下五虎将之一 1928年,宋哲源出任陕西小匪总司令 当时在陕西最猖獗,最嚣张的 就是以奉祥党拐子为首的土匪 党拐子真名叫党玉坤 这个人以前是国民军的师长 但他进攻敌人的时候很胆小 后来又带着自己的部队当了逃兵 开始四处杀人越货,欺压百姓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土匪头子 宋哲源刚到陕西时,对党玉坤并不了解 不过几场仗打下来 宋哲源发现党玉坤不简单 是个强劲的对手 但他始终是一个土匪 是土匪就应该被彻底铲除 为了攻打凤翔,宋哲源直接调来西北军第十三军的主力部队 这支部队军纪严明,战斗力极强 再加上宋哲源的亲自指挥 土匪自然是无法抵挡 最终在一个小时内 就将党拐子经营十余年的凤翔攻陷 这一战中 不但打死了土匪头子党拐子 还俘虏了五千多个土匪 同年七月 宋哲源将五千个土匪全部处死 在杀第一批土匪时 宋哲源还亲自前去刑场都镇 随着宋哲源一声令下 五百个土匪纷纷倒地 他们为曾经做过的坏事血债血偿 同时这也标志着陕西土匪的倒台 随后宋哲源杀俘虏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陕西 而宋哲源也被世人指指点点 说他只有本事对国人下手 这样的做法就是谋杀自己的国人 但宋哲源的回答却是 我宁可被后人骂死 也要剿灭这伙土匪 之后在短短的数月时间里 宋哲源的杀福事件就引起了连锁反应 除了麻镇五等少数管匪外 陕西各地的土匪都下山向西北军投城 总人数高达数万人 从此陕西境内匪患见息 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保障 社会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9号档案馆揭秘你所不知道的历史真相 我们下期再见